串接,所以特别有串接部分 然后存档就是这两行 请务必最好把它记熟 最后的话就是绝对入境 绝对入境意思是说 如果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那个档案是用下载 而是直接下载到某一个电脑的某个路径 所以比如说下载成存文字档好了 然后它可能就放在这边 它的路径在哪里呢? 在资料档中显示 就是在这里 OK,记事本打开 就这一个 其实我要怎么知道 其实另外跟各位讲一下就是 你可以用记事本里面的 记事本里面有记事本新档功能 你可以看到那个 记事本新档之后有个关键的地方 编码方式有没有,UTL8 所以将来你开启的时候 encoding,那你就UTL8 OK,对 但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改回原来的 就NSI就可以了 微软的那个编码方式 如果你用NSI就不需要加 encoding等UTL8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第一步的话我们已经下载 下载的路径就在这个位置 什么位置呢? C底下的User的什么 SCU Downloads这个路径 那如果说我要变绝对路径的话 一,请你点上面这个路径 按右键复制 我是建议你用复制的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打可能很容易打错 二的话呢 请你怎么样 把这边贴上一下就好了 那个因为档名是一样的 有没有 就是C底底下的这个目录底下的这个档案 OK 然后呢 我现在先把这个删掉 假设我现在不用这个了 这个就把它扛了 但是请特别注意 有个地方可能要特别小心 因为呢 这个反斜线符号 它也是城市的一个保留字员 所以如果你执行的话 他一定会出错 什么错误呢? 他看到这个符号 他说你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呢 你怎么放在里面 我看不懂啊 你保留 所以怎么办呢? 之前跟各位讲 你要拖一字圆 变什么? 反斜线 反斜线双引号嘛 就反斜线双引号 才能输出双引 道理一样 反斜线 再加个反斜线 但是请特别注意哦 因为底下有这么多反斜线 所以我教各位一招 如果你里面有很多反斜线的话 你可以有个小技巧 直接在这一个路径的前方 加个小R就可以了 他意思就是说 这个小R就是 你后面那个反斜线都不用再加了 我就自动帮你变两个了 OK 所以这个是个小技巧 这个我在网路上看到 讨论区里面有国外的讨论 有用到这个 我觉得蛮好用的 这也是一招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是去开 C节底下的 这个member.tst 我慢慢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有没有 绝对路径 执行的话 也是一样 没什么变化 差别是说 本来是在我们根木屋底下的 现在是改在这个路径底下 因为呢 每次都变两个 这边要变两个 有没有 它改很多地方 如果你不改 直接加个小R 就OK了 所以第一个 我们是把它改就是那个绝对路径的部分 那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再练习另外一个 刚才你也可以用绝对路径 云端白板里面 有一个叫学生成绩 这个在哪里 在第五个单元 下方 学生成绩 我把它变这样好了 因为我是用清单模式 如果 我建议你们可以用这个 清单模式 底下这里 那一样呢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 档案下载 那我是建议 因为它是Google的试算表 如果你要下载的话 一样下载是什么 CSV 这边有个CSV 逗点隔开 那因为它是在Google上面的试算表 所以 这边是Google的试算表 它编码方式也是UTF8 不是那个微软的那种编码方式 所以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CSV 然后下载到哪里 下载到这里 这个位置 所以上面是它的路径 这个档案名称 它的副档名是点CSV 所以如果说 这边没有显示副档名的话 你要自己打 如果没有打副档名 它不会出现 如果说你要让它副档名出现的话 可以从解释的副档名这边打勾 它CSV又出现了 所以如果我要把这些东西开到哪里呢 开到我们的ECEL里面的话 第一个按右键 你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module 那翻例也许叫什么 我看这边取个名字的学生成绩好了 然后finish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做什么 其实后面有范例 我们看一下 那个第五个单元 底下的话呢 就是这些资料 那如果我希望计算什么 特别是因为里面总共会有各科成绩 我希望做出来的结果就是长这样 就是国文英文数学它的成绩列出来 然后呢 请你帮我算出什么 国文的总分平均 英文的总分平均 数学总分平均 那问题来了 他放在哪里 各科里面 有没有 所以这个比较难的地方 这个 它 是放在一起 所以你必须 把它分开来 好 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还没那么简单 底下有个更困难的 什么更困难的呢 谁 谁 国文最高分 英文最高分 数学最高分 有不然我列 这个打错了 那怎么样把最高分那个人抓出来 所以这比较麻烦 当然第一个 我们就 如果把它开起来 其实也蛮容易的 F等于什么 open 那open之后的话呢 当然你跟他讲说路径放哪里 那路径的话呢 其实就刚刚这个地方 下载区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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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路径 的什么 擋名呢 那我是建议的 如果你怕打错的话 因为 他这个擋名中间好像有分 有那个什么 空格 那一个都不能错 所以我建议你 用复制的 包含那个副档名 然后再来这个后面的话 加一个R 前面加一个R 小R 然后逗点 读取模式 因为这个档是从Google那边下载的 所以encoding 等于什么呢 UTL8 这个一定要加 如果没有加的话 那会有乱码的问题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 底下就把它print出来 print的话呢 你就一样 f.read 把它全部 我看 子星应该就OK了 save 一下 诶 全部读进来 但问题来了 我们要怎么样 其实第一步 我们可能read吧 但是还没接触 我需要把它分开来 所以这个我的逻辑 把这个层级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姓名也许 我干脆模仿那个esail 这个就A 所以我建议一个A等于空的 放什么 放这些东西 这个放B 放C 放D 然后呢 如果它总分的话 就是把B 外面加个3就可以了 平均的话就len 除以len 就有平均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 刚问题要怎么样做出这个结果 画面还给各位 刚刚我们主要是用绝对路径的方式 去开启外部的档案 一样请各位试着去下载 云端白板的下方 有一个叫做什么 学生成绩的一个Google试算表 请各位就是把它打开之后 利用档案里面有一个下载 下载记得选择倒数第二格的 点CSV 逗点分隔直符号